Hello 大家好 我是Cash 我是Jekyll 今天是2019年5月26日 5月26日究竟是甚麼日子呢 今天是香園圍公路正式通車的日子 究竟香園圍公路是由哪裏去哪裏 香園圍又是哪裏來的呢 香園圍就是在敏感度和沙頭角中間 我們未來2019年就會有一個香園圍關口 就會開通 到時我們就可以由九龍經過香園圍公路 直接去到關口 比以前方便很多 香園圍關口是否大家經常聽到的連堂關口呢 沒錯 連堂關口其實就是大陸那裏的叫法 在香港我們這裏就是叫香園圍口岸 即是一個口岸在內地和香港有兩個名字 但其實他們是同一個口岸來的 沒錯 香港的名字和內地的名字不同 就好像我們的洛馬州站 即是我們的東鐵線可以去到洛馬州站 過到去內地那邊就叫福田口岸 對不對 沒錯 但其實香園圍公路是由哪裏去到哪裏 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哇 香園圍我聽都沒聽過 究竟是什麽地方 那有什麽作用的呢 這條公路究竟是幫助了什麽人 可以直達到什麽地方 即是說我們開車就可以 如果我們有這個中港牌 即是這個關口的中港牌 大家要留意 因為不是你有一個中港牌 就可以在香港不同的關口去到內地 不是的 大家是必須要留意 你的中港牌究竟是哪一個關口的中港牌 即是你拿著一個港珠澳大橋的中港牌 你千萬不要想著你可以在深圳過來香港 你是絕對錯的 如果你走錯路去到深圳才發覺 咦 我是去錯關口 你是必須要回頭 在內地去回珠海 去回港珠澳大橋 去回香港 所以大家要留意 但是這個鄉原圍口岸 即是如果到時我拿著一個中港牌 是鄉原圍口岸的中港牌 是否就是說我可以由這條公路直達到深圳呢 理論上是這樣的 不過現在呢 現在官方都還未公佈太多的詳情 所以實質上那個運作的模式是怎樣 我們都還未知道的 不過由圖籍上面我們都可以看到 其實鄉原圍口岸呢 是提供很多的私家車的停車位的 所以就算到時我們沒有這個中港牌 都不要緊要 我們都很容易可以在那裡泊車 直接上到深圳的 即是很多未知之數 那會不會不開通呢 那又不會的 那我們都花了這麼多錢了 那底撿了個頭點都要繼續做下去的 但是鄉原圍公路呢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去到這個關口之外呢 其實它有另一個用處的 就是它是幫助了新界北 幾個區域很重要 這幾個區域的居民呢 是方便了去出九龍的 那有哪個地方呢 就是沙頭角 打鼓嶺 打鼓嶺和平邪 這三個地方的居民呢 是可以拜很多出到九龍的 那官方數字是說拜了多少呢 官方的數字呢 就由鄉原圍口岸 如果沒有公路這樣計算 我們一路經過這個平邪路 沙頭角公路這樣一路上去highway的話呢 就需要24分鐘的車程 即是說由沙頭角京粉嶺 去到高速公路 沒錯 去到直入高速公路的位置 大概需要24分鐘 沒錯 那現在官方數字說快了多少呢 現在官方數字只需要8分鐘 由24分鐘減到8分鐘 即是現在快了16分鐘的車程 我們就趁今天通車 就儘管去試一下 究竟我們現在由打鼓嶺警署 去開車去到這個highway是需要多少分鐘 出發 好 出發 我們麻煩你了 到哪兒了 我們下班 我們下班 來 稍後 那再班 到旅行 去不來 普通 我們下班 去不來 去不來 我們下班 到旅行 這班 我們下班 到旅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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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古嶺警館開車 接著就經香園圍公路 去到九龍坑 入了Highway 接著我們就去到康樂園的陪船處 就繞回頭 就經香園圍公路 回到達古嶺警館 究竟我們前後用了多少時間呢 總共我們大概 走了來回 加上繞小路 大概半小時左右 其實我們都有繞其他地方看看 實際由達古嶺警館 去到九龍坑入Highway的位置 大概是十分鐘 回來的時間也是差不多 跟官方數字 官方數字是八分鐘 跟官方數字的出入不大 我相信官方數字 都是說 由Highway的起點 去到出Highway 出了香園公路的Highway Highway的 終點 那個距離是八分鐘 又或者是他們測的時候 還沒安裝相機 可能會快一點點 那麼多 剛剛我們在沿路快速公路 我們都看到幾個相機位 我們都看到幾個相機位 今天第一天 手指數了 今天第一天 我們就不想試一下它是否真的有 希望大家 也都奉公守法 如果有人知道 就可以告訴我們 那一處是否有相機位 大家是否已經 拉過東西 剛剛我們沿路 我們出去的時候 在達古嶺警館出九龍方向的時候 我們是經過兩條隧道 第一條隧道就是長山隧道 那就是比較短的一條隧道 多長 700米 好了有700米 跟著一出去之後 不久就會進入龍山隧道 龍山隧道 是否現在香港來說 是最長的一條 沒錯 現在最長的行車隧道 是 因為還有一條更長的 就是 行西鐵 大嵐隧道 由錦上路 去到荃灣西那一段隧道 是5.5公里 我們現在車行的 龍山隧道 4.8公里 就是現時香港最長的行車隧道 那在龍山隧道之前 哪一條最長 大佬山隧道就是最長 即是現在打破了大佬山隧道的紀錄 沒錯 沒有記錯的話 大佬山隧道就是4.3公里 OK 那這個龍山隧道 我經常聽到最多的是 龍山寺 有些人去擺山的 那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都有關係 因為其實龍山寺 就是在龍山 龍山隧道 都是在龍山 即是流水響那個龍山寺 是的 其實我們都是 剛才都是走經過的 只不過我們在隧道裡面 就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嗯 另外也要提一提 就是剛才 因為今天新路 那HIGHWAY上面 都不是很多車的 那很不自覺地 我們是可以越開越快的 那但是限速是多少呢 80 全程都是限80 那大家就不要見沒有車 條路又很大 很闊很長 那就不斷檢查 那其實都不是很闊的 只是兩條線而已 那但是都會很不自覺地 如果我開會 沒有車 那越開越快越快 那尤其是如果你的車 是美車 那避震又好的 更加不覺得的 就會很容易 對 就會有閃光燈 那雖然都在說 那些相機位 不知道哪些有真的餡 哪些是沒有的 那大家都是不要超速啦 嗯 那我們現在就 九點半 要回家睡覺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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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遲我們做什麼 剛才在大埔康樂園 那樣 就是 九龍坑那裏 進來 連馬坑那裏 用了幾個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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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時